他继续他的创作 每天都会写歌 所以说会到很晚 然后就会积一些衣服 不会洗是这样子 我们的张远是 里面最爱干净的 因为他可能是 一天就要换两双袜 对 那你就是你们的那个 商务吹上去 所以你真的是 最爱干净吗 还好还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五个 都差不多 也不分不出什么 第几名字 除了创作人 比较懒惰 有时候可能 他也不是 就是说 他确实因为创作 不然也写不出 棉花糖是这么好听的歌 对不对 但是刚才这里也讲到 就是懒惰可能 因为一些关系 但是其实创作很重要 创作可能常常 你就浑然忘我的时候 很多都不记得 对对对 生活比较大条 OK 好 那最懒惰的 不要讲懒人啊 有点小懒惰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啦 来 恭喜马雪阳 第四轮最懒排行榜 马雪阳当选 接下来来自韩国的金恩胜 将我您排出团队当中 谁最有女人员 这一殊荣会发露谁家呢 马上进入五中最均 最有女人员排行榜 最有女人员的排行榜 你听懂的吗 这是最多的 这是最少的 小的 好 我这个 这个太谦虚了 张远 真的吗 为什么觉得是张远 他的行音 女性都喜欢他的行音 你自己觉得呢 看张肯定是小五啊 现场喜欢小五的女生有多少 这样子 其实我们小五来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她个异性 officers 应该说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对 要人器以几何倍数 那如果只有今天有一天 韩国 marks 是你们 你们里面人型最高的 你们四个会吃味吗 很开心啊 其實我們智上吏痕是個團體 我覺得喜歡誰都不重要 我覺得如果他是第一個喜歡小五的 肯定會慢慢了解我們 他都會喜歡我們智上吏痕 但是我跟你講劉舟成啊 所以你沒有來我節目之前我個人很喜歡你 來了我節目之後我恨你 你們兩個到底有什麼樣的怨恨啊 他剛才一直在侮辱我這阿哥哥 他侮辱你什麼 他說我25歲 他說我幫你出氣 他說你25歲 說得好 不然我們來問韓國的朋友 你覺得他看起來像幾歲 30 各位韓國的朋友很誠實的 介紹 介紹 你看你這個簡叔叔多少歲 你知道我叫他uncle的 uncle的 他12 哈哈哈哈 各位智上吏和是史上最好的團體 你們這一伙騙子 哎 我們現在六個是異國的 好啦馬叔叔 今天我們這單元進行到這裡啊 好 最後這個啊 也確定他們每個人各有各的特色 是的 我們也是馬叔叔和JR叔叔呢 帶著各位小朋友一起了解了我們這個 大家不一樣的至上利和 有沒有更喜歡他們呢 有沒有覺得他們更團結了呢 好 那這個單元更精靈的不錯 有讓大家了解到他們了 是的 好 馬上進入我們的下一個單元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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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